十分男子喝得醉醺醺 拿著一點安全帽朝路邊保時捷 一頓猛砸 接著甚至還高舉雙手 做出勝利手勢 整個過程也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警衛發現趕緊通知警方和車主到場 不過男子的態度卻很囂張 告我 麻煩你告我 我一定會告你這膽子不告嘛 沒問題啦 車主實在好傻眼 愛車成了這副慘況 嫌犯卻沒有半點悔意 甚至還高喊砸完車好開心 我已經自首了 警察是我找的 我砸完你的車 警察是我是一起找的 我砸完我開心我找的 事發就在新北市新店一處社區 當時車主加保時捷跑車 停在社區路旁 沒想到卻遭其他住戶砸車 不只整塊擋風玻璃 通通碎成蜘蛛網撞 就連後照鏡也毀損 喝酒醉就發酒瘋 然後就亂砸車 他說什麼 定勾機啊什麼的 然後反正他一直挑釁 很誇張 而且社區住的這種恐怖的人 以後都會怕 原來受害車主是一名髮型設計師 曾經幫不少藝人網紅做造型 三年前花了一百二十萬元 購買這輛保時捷 作為寶貝收藏 沒想到卻遭鄰居砸毀 他也懷疑 對方是不滿車子停在紅線上 才會砸車泄憤 他不是停車毀 但是只要是假日 就會開放路邊停車 這回寶貝愛車無端招閘 不管嫌犯動機如何 車主也已經決定提告 要讓他為酒後脫序行為 付出代價 三星期晚陳一翔來新疑 新北採訪報導